中华金融科技产业促进会 杨理事长 国发会高副主委 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来执行副总经理 阳明交代法学院的陈院长 以及产学研设各界代表 所有嘉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长凤 很高兴能够用预录的方式来参与 2022资料开放以滚动数位经济论坛 跟大家分享我们数位发展部的核心理念 行政院在2016年就通过了DigiPlus方案 2021年改名叫做智慧国家方案 愿景就是在2030年能够实现创新包容永续 透过数位工具来进行公部门跟全民的协力 达到全民数位任性的核心理念 从公共事务的讨论到跨部门协力的行动 我们持续累积全民共创的成功经验 好比像说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join.gov.tw 在高副主委跟国发会的历任主委的协助下 就是让任何人就可以发起提议 参与公共事务促进政策创新 从2018年起 我们也每年举办总统杯黑客松 到今年五届了 也成为台湾公共创新的里程碑 我们开放公民许愿 透过政府部门跟民间的数位高手一起协作 提出解放落地执行 好比像说去年就有一个国中生 在总统杯黑客松提出 Course API开放式课程资讯会留学院 从上百件体验里面进入前20奖 期待将18岁前的开放式课程资源 跟各校好比像说MIT OpenCourseWare等等来整合 这样子国高中生就可以跨平台搜索开放的课程 快速了解课程评价 节省查询的时间 而且自主探索学习的学程也可以用到 这位国中生的黑客精神 正是青年或者说少年 运用社会科技 为社会带来正向影响的绝佳范例 我们总统杯也有国际搜索 今年是以气候行动实践禁令目标为题 像彰化二林镇和中州科技大学协力合作的团队 不但运用创新的农业技术 把废弃的稻干变成有机的碳肥料 而且也是透过数据的方式扩散到其他西南乡国家 而印度的Benz团队 则是透过数据分析土壤的特性 建议适合城市种植的树种 并且透过感测器减少人力管控的成本 总统杯黑客松 无论是对于环境永续 气候变迁等等的议题 都提出了许多创新解决方案 而里面许愿池的部分 我们把它放大变成了点子松 邀请全民共同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今年我们第一届的点子松 融合大家的想象 变成所谓的wewefutures2040多元宇宙 plurality 或说多元宇宙 本来就是跨越各种不同的个人或者团体的身份 来共创出未来生活的想象 所以我们有未来新闻个人组 邀请所有个人上千位投稿 创作2040年可能发生的事件或报道 未来圆形团体赛 则是发展2040年的设计概念 包含有型的商品 五型的服务 甚至生命体 只要入围 就会获得跨领域专家的指导 透过延展实境的技术辅助 产现出我们的沉浸式的概念处形 来引导我们的科学跟技术研发的方向 此外我们也发起了 公益创新的通传应用的前瞻计划 透过电池高频宽的通传技术 做出有高的社会价值 也有产值 让民众有感 而且可以跨境服务的应用项目 这项计划的目标特别强调 社会价值加上产值达到110 也就是说公益的创新里面 节省时间改善服务流程 这些都可以用新台币换算出价值 举例来说 好比像说听账或语账的朋友 目前打电话接电话有些困难 这个时候及时手语视讯翻译的服务 这个就是通讯传播的创新 当然产值一开始不容易估计 但是社会价值就可以换算出来 所以我们想要向民间广征 具有社会影响力跟公益性的通传服务 同样的通过评选100案 每案可以获得10万元的奖金 而且更重要的是 应用跟夜市一对一的指导 从这100案里面 我们会挑出最有社会影响力 有500万元的奖金 永续发展能量 有300万的奖金 创新通传价值 可以获得100万的奖金 总奖金高达7200万元 至于要怎么评选呢 总统被黑客斯用了平方投票法 我们在这边公益创新 用了平方募资法 我们从全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每个人在这些群募平台上面 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每个人出从500块到500万 每个都开根号 全部加起来之后在平方 意思是人数跟钱数一样重要 如果只有一个人愿意出钱 那你开根号在平方 跟原来相同 政府绝对就不会讲住 但是如果有非常多人需要 有一万人需要 每个出500 哇这个开了根号在平方 就多了一万倍的价值 所以因此 我们不但能够验证民众的支持度 而且更可以忠实反应 怎么样的通传公益的提案 才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至于通信传播 当然就会牵涉到各自的使用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 我们要运用最好的 最先进的所谓隐私强化技术 甚至在加密的情况下去进行计算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牵涉到各自 是在完全数学上可以证明 无各自的情况 来让这些公益的提案 能够照顾到各行各业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样子对于数据的创新的公益的用法 其实已经十年了 在2012年 我们行政院跟各个地方政府 一起推出open data的行动方案 到了今年8月 我们已经有超过57000笔资料期 不管是空气品质 不动产的实价登陆 农产品的交易行期 电力供需 都是各界耳熟能详 而且已经在活化利用的 高应用价值资料 好比像说 凤茶行动 就整合了公共饮水机的资料 跟热心凤茶的好店家 让大家随时都可以装水 避免宝特瓶垃圾的产生 还有碳汇成乡的社群 建立减碳行动煤盒平台 LUS社群 从空气品质出发 现在变成流域治理水品质的平台 都是应用开放资料所做的服务 而中央气象局 今年也公布了 气象资源创新应用方案 不管是法人企业 都可以申请高精密度的资料 来促进离安风电 防灾 农业 观光 交通 金融 这些跨领域产业的应用发展 这样子 我们数据公开之后 是以需求 实际需求出发 来让数据的供给方 能够更加调整我们的精确度 这个就是协作的精神 数位部也跟各个部会 一起合作研议 我们在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 征集 大家对于高应用价值资料 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我们就会在12月公布 这些主题 除了资料之外 我们的城市码 Public Code 我们推出了公共城市的 这个想法 进一步强化数位人性 城市当然有开放 圆码运动 Open Source 鼓励开发者发表城市码 这个在社会部门 企业部门 都非常多人使用 但是只有政府机关 我们除了Source Code的Code 我们还需要Regulatory Code 就是法规的那种Code 如果没有法规的配套 组织的配套 自由软体 开放圆码 很难导入 而且呢 每一个规格不一样 也阻碍互通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的自由软体基金会 在2017年就倡议 公共出资 公共城市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意思就是说 政府作为甲方 拥有完整著作权的 这些系统城市 都应该完整公开之外 要提出明确的指引和规格 我举例 好比像说 我们的官网 moda.gov.tw 就是善用了公共城市 来部署分散式的架构 打造服务的意志性 所以可以跟全世界一起联访 不管是受到怎么样的阻断 我们的服务 都还是在线上 埃莎尼亚 三蓝 冰岛政府 也就是透过Public Code的方式 来共筑X-Roll 这一套跨国的系统 任何人发现问题 就可以提出修正 回馈到系统里面 让其他的国家同步更新 公共城市 就好比跨国的铁路 我们有相同的轨道 相同的班表 甚至车厢的规格 但是当然 不同国境里面的车站 相关设施 还是由该国为运 但是 只要是有共同的规格 只要修复了 好比像说 碰到资安的危险 然后我们自己的红队 找出了问题 我们的蓝队 怎么样子 防护上面去修正 就可以帮全世界 做出贡献 我们在筹备队 我们在筹备阶段 就已经跟资福业者来探索 由我们甲方所设计出来的架构 由乙方扩散实作之后 我们的内容也好 城市也好 都会运用CC0的这种授权 来扩散到国内的各个机关 以及各个业 还有国际上面的民主联盟 讲了这么多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过程里面 我们要防护资安 我们要守护隐私 我们要透过隐私强化技术 把数据的应用 确保它无关各资 这个其实也是欧盟执委会 在今年6月正式开始实行 数据治理法案 Data Governance Act的核心内涵 数据只与整体环境 有良善的目的 欧盟说 个人跟数据持有者 如果自愿无偿 提供 还不像科学研究 改善公共服务 这些就是高应用价值了 那么数据的公益性 不是只有政府本身 透过开放资料 等等的方式 而是数据持有者 在民间也有主动性 透过Non-Personal Data 也就是数据 利他贡献的这种价值 才能够建立这种互信关系 今年8月 我们的宪法法庭 也是要求 政府必须要建立 独立的各自监督机制 代表我们从现在开始 在应用数据的时候 就必须运用欧盟的高规格 来确保经过隐私强化技术的处理 好比像说同态加密 Homomorphic encryption 这是数学上可以证明 没有办法再识别各自的做法 那当然美国政府 现在也在研理联邦级的各自法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10月8号 也获欧盟邀请 加入隐私及各自保护联合宣言 共同宣示 推动可以信赖的资料流通 一方面提升各自的安全保护 跟隐私标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交叉承认 国际要合作 完整规范的法律框架跟政策 落实的原则 个人可以行使的权利 强化国际传输保障 还有独立监督机关 这些都缺一不可 未来我相信 数外部推动数据公益 跟开放资料 以及这个各自保护的发展趋势 在国发会的指导之下 一定可以跟国际接轨 我们不妨把这种新的数据公益模式 想成入场卷 每个人都可以自愿主动提供 行塑数位世界的共融空间 让社会变得更好 当每个人都可以是数据公益的 产制者跟使用者 在彼此整理跟分析里面 产生新的共创 协作关系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公益创新出现 我们非常期待 未来跟各行各业的伙伴 一起协力 来运用数据公益的模式 共同增进 我们政府数位服务的品质 跟任性 最后祝福今天的论坛 圆满成功 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